大家好,洛杉矶机场也发现了一个疑似病例 那么这个呢,是美国这边报道的 说当地时间,就是洛杉矶时间 1月23号,美国加州洛杉矶机场宣布 一位乘客从墨西哥城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后 被送往医院 当地卫生官员说 这名乘客出现了令人不安的症状后被隔离 这表明病人可能已经接触到冠状病毒 这名乘客乘坐的是美国航空公司2546航班 于1月22日下午6点45分左右抵达洛杉矶机场 关于这名乘客的其他细节及经历 目前尚未公布 洛杉矶公共官员曾表示 因为加州南部跟中国往来比较密切 所以他也害怕出现这种带病毒者 所以他从上周六就是17号 已经开始对入关的乘客进行了一个检查 那么今天发现的这个病例 是一个疑似病例 目前还没有确诊 美国是上一例 就是在三四天前吧 在华盛顿州发现的 那么那个已经治愈了 在洛杉矶今天发现的这个疑似病例 它是从墨西哥过来的 它上面也没有交代是不是中国人 还是从中国旅游过来的 这个他都没有交代 那么我想他这个信息很快会公布的 就请大家关注一下 特别是英文好的这些朋友 可以上网搜一下 这条消息是洛杉矶时报发布的 因为这是一个疑似病例 如果有这个近似的情况 有观众看到就及时可以通知一下江泰公 江泰公也能及时给大家进行一个播报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美国也不是安全之地 所以包括奉劝在洛杉矶的 特别是在加州 或者是在哪的这个华人朋友 人多的地方少去 或者去那些机场等公共场所 尽量戴口罩 做好预防措施 好像我刚才在哪扫了一眼说 好像德州也发现一个疑似病例 因为这个中国人确实在全世界旅行的 也非常非常多 这个病毒的潜伏期也比较长 而且他最害怕的是 不与发烧为唯一症状 就为这个预防这个病毒呀 有很大的难度 你看还有一个爆出来的 一个武汉一个女孩 就是有发烧症状 但是她自己吃退烧药 压着这个烧到巴黎去了 还秀她到巴黎的这个照片 你说她是一种什么心态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真的是啥 就是说这个人他经过疫区 然后他到了美国 他感觉了不舒服 他要主动去给人家工作人员去说 这样的话才能及时去就医 而且呢 也请这些朋友呢 都相信美国的这个 医疗的水平跟质量 所以呢 你一旦感觉不舒服 你就赶快去就医 这个在美国是非常便捷的 所以呢 你这个就是说 机场这边检查是一个方面 那你没有发烧 但是你非常不舒服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寻求 这个美国这边的工作人员的帮助 那么如果你要再有伴随着发烧症状 那就毫不犹豫的 寻求这边的帮助 那么这条新闻呢 我就播到这儿 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消息 及时通知江泰国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